接下来上场的呢就是刚刚也频频提及了那个忽兰 本来是程序员 后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脱口秀 从此就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员 但是多了一个对脱口秀行业举足轻重的艳员 带着全行业理财 忽兰 以一己之力 让脱口秀演员们 在收入最高的时候陷入了低谷 导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吧 在大环境因为疫情也陷入低谷的时候呢 竟然已经有种适应了的感觉 让我们掌声有请忽兰 李大安碎碎念 没事一会儿再给你推荐两只好股票 很开心很开心在这录节目 但实话实说我其实更想去隔壁棚去录说唱 颠峰对决 怎么没我 那很谢谢啊 谢谢真的 感谢青岛的朋友们收留我们 我们之前的确也来的不多 对吧 还有青岛的朋友们说 这时候想起我们青岛来了 早干啥去了 不是 早不让出来啊 能出来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就来青岛了吗 对吧 真的太难了 真的我们得互相理解 对吧 都瘦了 太难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真人秀 三个月了 我们就秀出来了一起 我们都不应该叫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我们应该叫怎么办怎么办脱口秀专场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职场嘛 你看了第一期就知道 我们这个编辑部的设定也是一个职场 每期选两个主任 七个平民 七个平民 主任轮流坐 就整个跟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过家家似的 就是 我现在管你叫会儿爹 等下 等下你再管我叫 对吧 都过过瘾 只有智盛当真了 来这儿过关瘾来了 智盛说 你得理解我啊 哥 我是山东的 山东锦宁的 紧紧 你们不喜欢 不光喜欢听谐音梗 还喜欢看短视频是吧 真的 而且我们不说这个节目 节目都是虚构 都是秀 我们公司的真领导是其实挺好的 就特别好学 总出去上课 什么没用 学什么 取之糟粕 弃之精华 之前就学那个互联网公司 喜欢给那个会议室和员工起花名 命名的规则 基本就是老板的喜好嘛 所以说我们的会议室名称 都是各种酒 已经很感激老板了 没拿酒名来命名我们 没管我们叫威士忌啥子 也很难听对吧 你说领导跟你说 那个路易十六 你带着皇家礼炮 来下我办公室 而且刚才我认识水域 刚才上场那个水域 其实也是花名 他们公司 其实用的武侠人物 做花名 出发点就是领导觉得说 大家都叫什么 王总 李总 阶级感太强 所以说用武侠人物 打破阶级 那命名规则是啥呢 当然就是王总 李总先挑 他们把什么张三丰 徐竹 这些厉害的 全给挑走了 就剩下水域这样的名字 就是你虽然不认识 但你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好像不值得认识 不是 你说张三和李四出去开会 还听不出来一个阶级 你说现在张三丰和水域出去开会 真的很难不知道谁是领导 然后今年 也不知道我们公司从哪儿学的 我们一个喜剧公司 开始搞OKR了 说这个是谷歌 就用这个方法管理的 我说那是不是说明 这套方法在中国就行不通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OKR是啥 其实就是类似于KPI 就KPI是指标 OKR是目标 很多人说那有啥区别 就你们有看过赵本山那个卖拐吗 看过对吧 你要把轮椅 你要直接卖给范围 它是很难接受的 你要跟他说 你的目标是双脚离地 他琢磨琢磨自己就坐到轮椅上去了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本来说后来你争取 今年每天写一个新段子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过段时间说 今年你要争取拿冠军 我说这个好啊 公司说拿冠军 你应该怎么做 我说每天写个新段子 其实我们公司不用学别人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效果文化 效果文化的嘛 我们公司啊 文化就是想要通过 营造一种快乐舒适 而且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留住你 真的就你一旦适应了 下午三点上班 你就很难再找别的工作了 以前我总跟他们说 我说危险 我说您别对我好点 要不然以后再找个金融的工作 现在没法找了 你说我下午三点 去金融公司上班 同事说你是来收盘来了吧 大盘美女 受不利索是吧 公司非常狡猾 公司非常厉害 就整个工作 熬夜 喝酒 交织在一起 就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啥 让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以前我还推荐李淡理财上 现在我说以咱们这个生活习惯 我说我还是推荐你买保险吧 打开微信服务 找懂保险的腾讯微宝帮你选 而且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公司好 其实我还挺喜欢我们公司 还有一点就是 公司还挺公平的 每年比赛你们也看得到 每年比赛重新排名 总共我们说 劝我们说你们要拿冠军 冠军会有更大的舞台 大家纷纷表示不想再努力了 最后再祝福 马上毕业了嘛 最后祝福毕业的朋友们 都找到工作 有工作的朋友们保住工作 都不容易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感谢刚刚这一瓶 33年的黄家丽帕 带来的精彩表演 去后面跟一场原浆交流 交流 再有两年就要优化掉了 到上场的呢 就是忽兰 忽兰之前在我们节目里 反复多次的嘚瑟 自己跟丁宁打过乒乓球 拿过第四名 你说这不明白 第四名说这么多遍 但是这种输了一场比赛 还能吹20多年的情况 也确实经常发生在我们 中国乒乓球界 掌声有请欢 欢迎订阅 体育专场 往往是会非常精彩的 记得吧 去年特效大会 我们就做了一个体育专场 对吧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让这个男男男族 互相吐槽一下 一下对吧 结果有人说 我们说 你们这是借刀杀人 今年我们学聪明了 我们请女族 我们不接到杀人了 我们指桑骂槐 其实不是指桑骂槐 对吧 就是当槐不大型的时候啊 不管你说点啥 槐都觉得是在骂他 国人对男族男男的情感 很复杂 就是又爱又恨 那真的是 我们家有两棵树 一棵是槐树 另一棵也是槐树 还行对吧 家里也有桑树是吧 女族 刚刚看到了 女族 2022过了一半了 女族夺冠 依然是我今年 听到最好的消息 想起那场球 真的还是很开心 因为去年奥运会 女族踢得不是很好啊 骂声一片 但是人家就通过训练 证明自己 那男族呢 就要让人困惑 你们看了吧 就前段时间 跟一群老前辈骂起来了 让他们来我们这 来我们这不来 非要在外面骂 外面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难听 大家就觉得是 本来大家今年心情 已经很不好了 怎么骂个国族 还学会还嘴了呢 关键是吧 就是他们有点 骂不过人家吧 他们的反击的话术 都是什么 你真的关心中国足球吗 你爱中国足球吗 其实挺无力的 我就在这儿 可以教他们一个方式 对吧 下次再有人说 菜 你们踢到菜 你就说 我是菜 但是你也不见得 能抢得到 直接就哭了 其实我看男足 就是困惑 大于愤怒 真的是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 霍天祥老是在 真的是就不知道 我们一直在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总是找不到问题 去年说 李铁有问题 然后把李铁换了之后 发现冤枉了李铁 来不及了 对吧 当你那时候 你问贝利说 哪一个是你最精彩的进球 贝利说下一个 你问男足说 哪一个是男足最好的教练 上一个 今天冬奥会冠军 高婷宇也来了 对吧 今年冬奥会 我真没少看 就作为东北人 看冬奥就俩字亲切 全都是我小的时候 玩的项目 就是进了奥运会之后 名字全变了 速度滑冰 我们小的时候 叫粗溜滑 还有那个雪球 我那不是爬力吗 也就是我最擅长的项目 每进冬奥 要不然我也是奥运冠军 我那个舔铁栏杆 舔的可好了 一般人弄不下来 真的 这个项目名称 我都想好了 就叫花样舔铁 对吧 练之前 喝一整箱 书画 无乳汤 牛奶 雪中喝 冰上喝 花样喝 边练边喝 别说乳汤不耐受 我铁栏杆不耐受 都好吸收 书画奶 确实好吸收 还是 真的 就是刚才也在说 对吧 我还是会用论多的 会打乒乓球 真的 刚才李大爷说 我就会打乒乓球事 我到处说 到处说 我就我提 我会打乒乓球这件事 比我小的时候 练乒乓球都刻苦 真的 之前还在一个节目里面说 什么小的时候 打乒乓球 定情第一我第四 我说这个放眼国际呢 我这个水平 应该跟浮远爱差不多 是真事 我还在节目里面说 我说咱就是大庆浮远爱 吹了几年之后 结果今天人家正主来了 我觉得现在浮远爱远程看着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不懂球的胖子 究竟是谁 但其实我真的挺喜欢浮远爱的 就是我觉得没有哪个外国运动员 让我看出了一种心疼的感觉 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张艺宁要不然你就让浮远爱 赢一场呗 咱中国也不缺这一块金牌 但浮远爱也缺啊 有人说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呢 这也不是帮着外人 对吧 我虽然跟张艺宁都是中国人 但我跟浮远爱都是东北人 而且其实浮远爱 从小就在东北训练 对吧 这个叫养狼计划 你们也听过对吧 叫养狼计划 其实本质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打平衡球太孤单 培养一些外国人 但是无论是人家过来学 还是我们过去教 养完之后都打不过我们 我就很纳闷 我说是不是有啥 技术没教人家呀 我看那些外国人 也挺不容易的 你赢不了 中国乒乓球 都是指定用狼 其实啊 我这个人 其实挺热爱运动的 我看篮球 足球 斯诺克 F1 刘根宏 我看刘根宏 还挺不一样的 我躺着看 可开心 就躺着看 而且他那些动作 躺着做一点都不难 就躺着 翘过二郎腿 我说这不难啊 这挺容易的嘛 有人说 哎呀 就你这种不爱运动的人 不健康 哎呀你就不好 但你想想看 只要我们这些人爱看 那屏幕的那边 是不是多一个热爱运动 身体健康的人 哇 有道理对吧 这是大爱 对吧 有道理对吧 对吧 当然了 我还是希望大家 不光爱开运动 也爱运动 好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这场 想开心了 想开心了 下班了 下班了 谢谢 谢谢 忽兰 忽兰刚刚那个 就是为了自嘲一下 他还是很认真的 跟着刘肯宏跳操的 在上海 这个隔离期间 他每天呢 最大的快乐 本来就是 下去做核酸 可以放放风吧 跳了一天 刘肯宏以后 跟人家志愿者说 我如果跟你说 我是跳操 跳得下不了楼了 你能相信吗 刚刚忽兰说自己 是什么 大庆非爱 那个非爱还在吗 非爱 在呢 在 你觉得他咋样啊 刚刚这一段 说的太好了 我居意喜欢 忽兰的表演 真的一听 就是个东北人 只有非爱 才知道 谁是真正的东北人 能听得出来 你觉得 你这个乒乓球 有没有机会 能跟他再 指点他一下呀 我们不想再听 他跟丁宁 打乒乓球的故事了 好好 我也愿意 我也跟弗兰一起打 下次有机会的 好的 在宣传一起打 打死他 好的 谢谢 感谢 我都要打死他 大家好 我是胡蓝 你们看看这个战事 对吧 一年一度的 竹梦洗击圈 又开始了 今年来了这么多人 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脱口秀火了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何广志火了 何广志 是让许志胜都看到了 竞军娱乐圈的希望 许志胜跟他说难看啥的 很坦诚 真的 我第一次看见许志胜 我的感受就是 当时我害怕极了 我说这是三T人 打过来了吗 实话实话实话 笑话人不辱人 我之前一样 我给一个表 名牌特别好的表 做个广告 那个表好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都买不起 你们见过那种 那个表的代言人 之前什么 吴彦祖 布达德皮特 我不知道为啥找我 你们见过那种名表 那种广告吗 就是那种 穿着什么西装 然后又这个样子 表要露出来一点 目视前方 所有人一看他们 哇 世界名表 我也这个样 人一看 哇 考研辅导 而且你们今天看到那边 可能还看到就是 还有朱一旦老师 朱一旦老师在那边 哦 在那边 我不知道除了脱口秀 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和我们 这些人比起来 他们说这是行业内卷 我说这应该是阶级矛盾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 啥是内卷 我说啥是内卷 有一次我彻底明白了 我在我家楼下 看见两个阿姨在遛狗 一个阿姨对狗说坐 那狗咔坐下来了 另一个阿姨对她狗说 那狗咔也坐下来了 我看着第一只 要回家学英语的狗 我一下就理解了 什么是内卷 就第一只眼神 那个狗的眼神 都不是哀怨 是不挤 大家都是狗 你这是干啥呢 后来后来 我真的我就在想内卷的事 我就想内卷的事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很早之前 鹦鹉是不用学人说话的 天啊 就是有只鸟嘚瑟 想要自我实现 他说你好你好 他以为人类听完 那反应是这只鹦鹉真的是生物学的奇迹 其实人类的反应是这只会说 那其他的应该也会说 一旦卷起来 都不需要人做啥 鹦鹉说人话就出现了鸟传鸟的现象 当鹦鹉习惯了天天得说你好的时候 又有只鹦鹉跑出来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你知道其他鹦鹉 看到他有多崩溃吗 对着这只鹦鹉就骂 就你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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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会说 我说了吗 还有灯吗 还有灯吗 现在鹦鹉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我前段时间看视频 有会说北京话的 有会说河南话的 还有会学狗叫的 我说你学这玩意干啥 我看那个鹦鹉 一会儿对着人说人话 一会儿对着狗汪汪汪 给他忙的 我说你是给他俩当翻译呢 我一个灯都没有 我在想说 是不是有些动物 有特殊能力 但是人家不展示 因为人家聪明 而自为聪明的动物 活得最累 你看看那个猴 总被人翻跟头 什么骑轻轻车 还数数 我看过一个视频 问的猴 说2加3猴子 5 5加5 10 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 感觉他以为 我们人类真的不会算数 他就以为 哎呀 你们人类要是没有我 怎么办呀 就觉得 哎呀 实际上我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呢 旁边还有老猴子 教育小猴子 哎呀 你也应该像他要好好学习 长大你也要去北京动物园 我们一上去就是这个标准 不用想了 有人说 你说了半天 你有啥好办法 我没有办法对吧 你们看我这个行为 通过讲一个讽刺内卷的段子 目的是赢得一个 非常内卷比赛的胜利 无论我赢我输 其实都是内卷的胜利 当然我也给我这个行为 起了个名字 叫莫比乌斯卷 谢谢大家 我出来 大家好 我是乌拉 哎呀 我在外面看 我就在想 看见没有 不要轻易惹程序员 是吧 我刚才在上面看 我就觉得 我老了 我觉得凤凰传奇 怎么这么好听啊 其实凤凰传奇 有粉丝其实不意外 但是我在网上 看见有人说 他是增益的维粉 就只喜欢增益 是增益的维粉 然后你知道增益的维粉 去找喜欢增益的那个角度 要非常非常刁钻 他说至少增益唱Rap 我们能听得清 这话说的 我唱Rap 你们也听得清啊 关键他不好听啊 不聊我们哈圈这些事了 今天我们聊职场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 跟以前的年轻人很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工作的时候 会思考意义 工作意义是什么 他想不明白 他永远不工作 前一段时间 我在马路边上喝酒 来个年轻人 我说你做什么 他说我是诗人 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 但咱情长这么高 我说你是那种 一毕业就当诗人了吗 他说是 我说诗人稳定对吧 至少 赫拉特跟我聊 他说他是东北的 我说那也算是个 边塞诗人了 是吧 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讲 他说他为啥不工作 觉得啥都没意义 工作也没意义 最后说几动了 他说你说觉得哥 我这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得劝 我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有什么意义 我说有教育意义呀 对我来说都是先做事 再去想这事有啥意义 意义有多大 完全取决 这是能做多大 我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上台说脱口秀 可以不用抢票 谁知道一路说到今天 你现在记者在问我说 你当初为什么说脱口秀 我说那是为了 把欢乐带给人间啊 经常是记者没打第一 我说咱暂停一下 我有点感动到自己了 记者说我真没想到你说 脱口秀竟然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 我说我也是刚想到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 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老板会帮你找 这个时候同样一句话 你会觉得很难听 你们想想看 李战工说 忽然咱们说脱口秀 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肯定说我可去你的吧 我是把欢乐带给了人间 但是你把钱带回了家呀 太早了 太早拍了 拍风点有点多 都无灯可拍了 李战很聪明 不会说这种话的吧 但是很多大佬爱骂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赚钱和说话 你只能占一样 对吧 所以说现在老板说啥 员工都不信 他说你最近表现不错 是不是想让我多干活 最近表现不好 POA 是不是POA 肯定POA 在员工眼里 就是总有阵想害刁民 所以说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你给钱 我加班 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 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我上班消购饭 我这叫职场化缘 化缘 化缘讲究的是一个缘 你老板遇到我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的节 赶好应该就走了 赶好应该就走了 而且你花钱养我 我帮你积功德 这不是我的福报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洗脑 其实都是失败的 你说这是洗脑 这是失败的 真正的洗脑 都是润无息无声的 我之前家里 有个亲戚的孩子 毕业说去了一家科技公司 我说公司做啥子 他说公司规划了很多业务 目前主要是贴膜 手机周边加互联网金融 我听着都不合法 他说老板还给了他股份 我说这你也敢要 他说我们是合伙 我说你们这是同伙 等公司上市了 手里股票值好几亿 我说行吧 都说上市公司卖壳壳壳 没想到卖的是手机壳 他们发股份是因为老板没钱 不给发现金 每个月只发股份 因为不发钱 上班迟到什么之类 也没法扣钱 只能扣股份 他们把打电话问他 说干咋样 他说多的也没法说 反正上个月迟到十分钟 亏了三千多万 他妈都吓坏 他说你是抢银行 迟到了十分钟吗 反正他积极性贼高 感觉在给自己干活 在奋斗 在做自己的事业 我说行吧 反正干得越好 判得越早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 很快就会发现 老板在骗他 然后变得虚无 然后认为全天下老板 全是骗子 然后最后成为一名师 年轻人太难了 什么股票期权 你以为是上天的礼物 其实那是难给的诱惑 所以说 对年轻人来讲 你得自己知道 你自己要啥 我奋斗是因为我想奋斗 不是说老板说 你应该要奋斗 你在职场的这种世俗的眼光来看 增益 20年了 成长性几乎是零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呦呦呦呦呦 一直只知道 做自己非内的事 那是怎么样的 人家活的时间 比很多企业活了多久 对吧 对于老板来说 即使为了生态平衡 你们也少骗一点年轻人 当狼把羊吃光了 狼就是羊 对吧 好了 谢谢大家胡蓝 大家好 我是胡蓝 听点有文化的脱口销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有文化 至少是进脱口销 这个圈之前 我没觉得我有文化 今天我想聊消费 真的讲一个真事 我的朋友王建国 王建国 不爱车 不爱表 甚至不爱消费 最近上网 被卖菜刀的顶上了 喜欢上了买菜刀跟磨菜刀 他前两天跟我说 后来我昨天磨了一宿的菜刀 后来发现磨反了 我说你是磨成剑了吗 他说我就是喜欢磨 我说是磨得活活像薄羊 实话实说 我还不如他呢 我自己最近爱上了买NBA球形卡 就是你不理解是吧 很简单 就是一个纸片上面画点人 我周围朋友也不懂 你们可能想不到 最贵的那种卡片 一张签名的卡片 好几百万美元 但我买的都贼便宜 其实我不懂 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 二手网站上面 有卖我签名照的 37块7 总50块钱降下来的 50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些 然后呢 二手网站动不动 兴兴兴兴给我发那个链接 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球形卡 不是球形卡对吧 那是青春 很简单 钻石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打的广告 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需要登记身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 那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 消费主义 你该买还得买 这个对男生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 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一博 还都是人呢 其实一样 商家其实就是把 一块钱的商品 赋予两块钱的意义 然后三块钱卖给你 我们特务秀不是吗 我们不值钱 但是快乐很贵啊 所以票就很贵嘛 所以现在有观众 抢不到票 就会说那种 非常伤心的话 忽然两千钱 在上海 两块三拨三随便看 我是说了脱口秀之后 很久才接受了 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 我直接摆领 程序员你随便看 再上一次看我需要花钱 还是我满月的时候 从我们现在掏出钱 方法太多了 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极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 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 出书的盲盒了 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 真的我惊了 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 学啥知识看命啊 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 好任何的东西 爱好太费钱了 很简单 就是你当你清楚了 一个东西好坏之后 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 什么摄影穷三代为啥 就是一起出去摄影 人家掏出个胆伞 咔咔咔咔在那拍 你拿出个手机 咱能 它不像话 我之前看过潜水 我想潜水好玩 让我玩潜水 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 我觉得人类就应该 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都说还有更可怕 都说现在有潜水摄影 我说这得穷多少代 有爱好不可怕的吧 可怕的是喜欢坚持 因为贵在坚持 我带着我兄弟 王建国的遗志 我自己 我最近这一年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 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 我也投降 打不过就加入嘛 我看李佳琪 我之前看说 姐妹们 她说姐妹们 我感觉就是 她是不是歧视我 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在说 姐妹们 我说我在呢 我觉得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 你说不对啊 有赚有亏啊 你问她们说 那谁亏的呢 她说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 我自己想想我跟消费主的关系 很简单 八个字 深受其害但乐在其中 没怕去那家买还是不买 理性 理性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乌兰 大家好 我是创 我气了 我是小北好笑 不是我好笑吗 节目播出 受到很多人有反馈 说乌兰有文化 哪有啥文化 我跟你讲 啥叫有文化 同学聚会 人都是 我在清华研究量子 我说我在效果研究段子 你说我们导师会的特别多 我说我们导师会拍灯 我们导师不光会拍灯 要是拍得不好 还会挨骂呢 其实我们去想 所谓的学霸学渣 其实学渣都挺阳光的 学霸有的时候 反而挺阴暗的 你看学霸有什么行为 考试还剩五分钟 提前交卷 你就不能再待五分钟 学渣提前交卷 那是吹响回家的号角 学霸提前交卷 那是杀人诸心 我本来就没剩几分钟了 我看你交卷 又耽误了一分钟 你们看学霸 还有什么行为 考试开始十分钟 他开始就 老师 第十题好像少了个条件 老师赶紧看 第十题果然少了个条件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第十题少了个条件 而且一考完试 学霸还特别喜欢一起对答案 而选B选C吵起来了 学渣快乐多了 最后题我没做 我也没做 咱一样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我就是学渣 真 其中考试满分一百分 我考五分 我跟我妈说考五分 我妈以为我又考雅思了呢 就我这个成绩 美国同学可喜欢跟我玩 他们觉得 这个中国人挺不一样的 怎么说光看成绩 还以为你是美国人呢 你看我考五分 我达了两个都要 题我都看不明白 写得满满当当的 反正我的理念 就是说你让我看不懂 我也让你看不懂 卷子发现了 还有那种中国同学 会问那种 只有女朋友才会问的问题 他说你错哪了 给我吓得 我看全都说 我哪都错了呀 而且提出这么难 是因为班级里面 有数学大神 出的难是为了区分他们的 结果他们没考住 我考了五分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而且跟我玩得 特别好的美国同学 他考零分 我一般是个位数 其中清白五分七分 他是零分一分 就我这个分数 人家第一反之 你们这个满分是几分啊 他那个分数 反之你这个分数 是不是二斤制的呀 就我俩这样 还去图书馆 通宵去备考 我俩从行为上 叫用功 从物理上 叫无用功 同学都不理解 我们在这儿 积极个啥劲 他们说我俩 人菜隐的 也不怪他们 学霸去图书馆 天经地义 学渣去图书馆 你最后考那么几分 我还得解释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说实话 我俩在图书馆 其实真没学啥 就是骗自己 我已经尽力了 跟过年熬夜是一样 都是走个形式 我俩都不是在图书馆里通宵 我俩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守岁 祈求吉祥好运 我那个美国同学 学着学着打瞌睡了 我说这么快就败起来了 最后摇着 光一个头瞌桌上了 把自己瞌醒了 我说我也不了解 你们这边的风俗 反正我们这边的神仙 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我是咋认识 这个美国同学的呢 就是学渣这件事 互相有雷达的 就第一堂课上课的时候 我环顾四周 我就知道他也没听懂 我环顾四周 感觉你也没听懂 因为其他同学都是 时而皱眉 时而点头 只有他是一副 对知识刀枪不入的表情 大意凛然的 就像那个去了女儿国的唐僧 不学 贫僧不学 其实对我这种留学生还好 想听不懂是可以听不懂的 结果美国同学太难受了 全都听得懂 那又啥都听不懂 学生学生又这样 别的不说 我很佩服他这种 对数学这份虔诚 最后最后 说到最后 真的是 其实他们最后 让我们顺利毕业的 学校说 这种人不让毕业 留着在图馆过年 我今天 讲这个 我是学渣的故事 就是现在会听人说 什么忽兰学霸就文化 我怕我听着听着 自己就信了 我不是他学霸 对吧 我重其量 最多最多就是 毕业之后没有放弃学习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想说啥呢 都又火了朋友们 我也火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 都有人开始造谣我了 有人看见 对我跟你说上 那个事情 就是最近 有媒体造谣我 说忽兰参加火斗 出场飞一小时 在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你知道吗 这些偷说演员 现在见到我都说 哎呀 天嘉义人来了 我觉得 造这个谣的人 不是对偷偷秀没概念 是对钱没概念 说实话 一小时三五百万的活动 我也的确参加过 上坟 那真是个烧钱的活动 在我的努力下 我太爷爷的出场费 一小时的确好几百万 而且刚开始 谣言传出来的时候 我都没办法回事 评论也都是说 哎呀 忽兰 三百万到五百万 是多打个零吧 表人不不不 是多打了个万 多打个万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对我进行了二次伤害 我说这些人真的是 又笑贫又笑长的 后来传着传着不对劲了 有人真信 评论就说 这个人是谁不认识 他应该抓起来查查 我说原来谣言转发超过五百十 抓我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对吧 铁丝网后面一只小浣熊 放我出去 我朋友说抓你都是庆幸的 因为网友判案一般是枪毙 而且得是立刻枪毙 再晚一点枪毙 事情就反转了 评论里面还有人说什么 这个人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听着很生气 但是你把那个文章往上翻 文章配图是李淡 是真的 是真事 你就觉得说的也没错 但最来气的就是 这些营销号 造我的谣 还嫌弃我没名 配别人的图片 整得我们突图学界 扣扣托托托 好几个人才凑够了一条谣言 李淡生我来组成头部 遇到这种事 你见过人家正经 议人的处理方式都是什么 已经在写律师函了 等着被起诉吧 朋友问我说打处理 我说已经在写段子了 等着听吧 可好笑了 其他这些选手都懵了你知道吗 因为比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没东西了 他们说 你们怎么还能添降素材呢 他们说 这事是不是你自导自演的呀 我说行 这两句也写进段子了 后来这件事情 实在传得太广太广了 公司的出律师函 屁眼 你们能想象吗 脱口秀也有这么一天 要出律师函 屁眼自己没赚这么多 而且就在出律师函的那一刻 我就认识到了 我自己人心中的阴暗 就是有那么一刹那 我不是特别想屁这个谣了 有点舍不得这份虚荣 就像我妈 她还把造谣的文章 发到家庭群里面 她的本意是怕亲戚看见 产生不弃时机的误会 但她发完还正打字要解释呢 群里的亲戚 已经开始鼓掌祝贺了 她也不想解释 她的群里发 谢谢大家丢我儿子的支持 之前还有人说什么 能抵御金钱的诱惑 太难了 跟你朋友对吧 别说金钱的诱惑 我连谣言的诱惑 都有点抵御不了 我们劈完腰之后 实话是说 还有真的 有那些媒体 他不能假装看不见 他又想吸引眼球 然后就写那个文章标题 叫实话是就是 忽兰天价出场费 逗号 效果发声明否认 逗号 但似乎不像空穴来风 我说大哥你说了个啥 老阴阳人了吧 而且你是杨波二 一句话三个反转 杨波二讲段子 真是一波三折 而且实话是说 这种标题最扯淡 这种逻辑是最扯淡 长嘴就能来吗 什么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苍蝇不顶无缝的淡 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一个巴掌拍不下 这种逻辑 铃压力齿的 我也只能想到一句话的吧 就是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对吧 而且最后 其实说实话 我也呼吁不了 什么媒体 少发不实的信息 从根上说 大家喜欢看谣言 其实我想看 我也爱看 毕竟人家说 不传谣不信谣 但没说不看谣嘛 说明可以看 但就是看的时候 稍微想想 到底合不合理 但凡有点蹊跷 麻烦你慢点转发 这样子我们辟起来 也不用那么累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名的得票结果 我们像一支篮球队 不是你就是我 谁啊 六十三 一百六十三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 年度第五名的获得者 这就感觉第二到第五都差不多 都有可能 可能是我 我 至胜 忽兰我们仨有一个 可能就是 我感觉第五名 可能打出忽兰的名字 因为今天大家表现都很好吧 太忐忑了 第五名感觉可能是我 啊 看下去 opinion 看下去 啊 嗯 два 一 你 lore 哪 真的是 忽兰 面对今年 众多新人的冲击 还有紧张的赛程 天降的素材 忽兰以超高的竞技精神 和竞技水平 以及创作能力 夺得了年度第五名 恭喜忽兰 我本来以为他们跟我说的是 从上面走下来的时候 放这个离场音乐 然后我的那个离场音乐 选的是叫《潇洒走一回》 假如说我有那么一天 会在那个现场 会放《潇洒走一回》 我觉得真的是 就像这个退休大会一样 就是开开心心 玩玩玩玩 就今天是没有任何的遗憾 然后同时我还感谢很多朋友 就真的是包括编剧 我们退休演员 包括导演们 就是我们每一个端子 说的每一句话 只要能让屏幕前的大家看到 听到 其实这是所有人的努力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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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本来 本来 我不知道好不好是 本来第二篇 其实是写了一篇 全篇关于王建国的 说 我挑一段是 我挑一段 我最真情实感的说 因为我觉得总决赛 不可以没有王建国 我本来想替我修理 对 就是 是这样子 就是 我有点动情 但是实话说 这样子就是 很多时候看到大家的评价 评价这些老将 比如说建国 说哎呀怎么比不过这个些人 比不过那个些人 我心里其实很难受的 因为实话是说 我不能代表他们 但是只代表我自己 我觉得 我赶上这个行业的好时候了 因为我就认为说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巨人的肩膀 站了太多的人 就把巨人给踩趴了 大家趟着巨人的尸体 就过去了 然后说 通修这个行业 可真的没门槛啊 谁都能做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 国仔辛辛苦苦写稿 写了十年 其实我们就赶上 这两年的好时候 赚了两年前 国仔经常喝酒的时候 跟我说 他说 富兰 咱们要好好活着 咱们赚的钱还没花呢 我说大哥 咱赚的钱还没花呢 你这个最后怎么感觉 是我把他踩死的 好嘞 上嘞 谢谢大家 拜拜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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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富兰 我真的我今天一天坐在那 都没站起来PK过 我想轮到我就轮到我了 但是呢 我挺喜欢我自己的 就是有PK来了我也不怕 就没事不惹事 但是有事不怕事 真的我特别想给你们展现 我先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先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这是节目做过准备的裤子 他们说显年轻 因为这是后浪 我跟你讲 我去年做的事吧 除了一些 我去年还在巡演 有朋友知道我在巡演 对吧 对 我去年也开始巡演 第一站选了我的老家 东北 就想给这东北人民带去一些快乐 去了之后才发现 东北人民根本不需要快乐 短视频跟直播蓬勃发展 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出 东北老工业积极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积极的痕迹 就是遍地的老铁 我们除了演出 我们还拍纪录片 我们要拍一些东北的民俗 我们去拍搓枣 我说搓枣好 我去拍搓枣 后来才知道 是要搓我 我说还去看搓别人呢 我说那可以 我说这样导演 你就给我穿一个游泳裤 那个打底裤 我说全裸 记录片真实 我说咱们记录片的主旨是真实记录 不是记录真实 我说没事 后期给你当马赛克 我说你心理负担这么重 是不是怕被认出来 我说一个人在澡堂里面 不穿衣服这么走 还有很多机器拍的 再不认识 是不是也想多看两眼啊 看着看着不就认识了吗 而且在那个场合下 一个人但凡显示出 对你一丁点的认识 你就只能期待他认错了 我说你是那个脱狗秀的那个李淡 我说对对对对 我说眼力真好 这都能认出来 他说还行 不穿衣服就脸显得大了一点 在那一刻我俩都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他见到李淡 我觉得逻辑上他见到的是李淡 李淡也可能特别开心 啥事没干多了个裸涕 我们都商量好了嘛 我们商量好了之后去澡堂 东北澡堂其实挺好找的 就是你开车在城里逛 长得最像教堂的那个就是澡堂 真的 这都是什么什么哥特式澡堂 我们上午去的水池子里面有大爷在那边泡了 大爷一看年轻时候就是个狠角色 眼睛里面写满了故事 身上也写满了故事 跟我们讲了一些那年轻子的时候事 纪录片一个都播不了 我说导演 马斯克还是用来挡大爷的脸吧 我不重要 导演也很重 你说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大爷的脸要挡 身子也要挡 拍出来观众还以为我们拍的 尼斯污水怪呢 然后去搓党 搓党其实也很有意思 现在搓党跟你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以前就是干搓嘛 现在你一躺 小哥说咱家有盐搓 奶搓 红酒搓 我说你就给我使劲搓 别挣这些虚头断了 我说你之前干啥的 他说之前是干烧烤的 我说你这跨度还挺大 你这整的都是我们的核心科技 我说能整的来吗 他说差不多 他说一面弄完了再翻过来弄另外一面 他看吧 他刚才有摄像机在拍我 他说这还拍着你 他说你是明星吗 我说算是吧 他说你上过节目 我说上过的 而且看的人还不少 好几亿人呢 我说平时酷哥跟你聊天吗 他说聊 我说他们都跟你说啥 他们说就是聊一聊过去的辉煌啊啥的 我说你闭嘴摄像机拍我的 你还跟我幽默上了 我们真的是觉得还挺幽默的 就想多拍一会儿 包括什么搓别样 对我拍了半天 发现他只敢跟我幽默 因为我就来一次不来了 其他人是他真的顾客 本来想拍点幽默 结果拍到都是黑色幽默 其实他说这些 其实很多人想象的东北 短视频的东北 其实不一样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 跟我们想的都一样 就是重复单调 偶尔还有精彩 大部分人也是一样的虚荣 怕事儿 还时不时的会机智幽默 但我环顾四周对吧 我还发现还是我最幽默 哈哈哈哈哈哈 好谢得要是回来一些 都给观众了 观众反正挺危险 rounds 沒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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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項 哎呀 社会儿 周老板 新来来我们这玩 就选了这么不好玩的一个对手 我也很敬佩你 所以我们就一切交给观众吧 好不好 我们欢迎周老板回到舞台 我希望各位观众 投下神圣一票 好不好 请开始投票 周老板是公认的好 当我平心而论呢 周老板也没有好到 打不过的那个地步 觉得今天算打得不成事 首先挑战忽兰 其实特别特别难 我知道 这感觉是我一生中 为数不多的 就特别刺激的时刻 请锁票 这个到底是 我们的老朋友忽兰 继续留在这个舞台 还是我们的新朋友周老板 能走得够远 请看最终的投票结果 哇 难讲啊 这个好难讲啊 这个太难猜 这个远超我的期待 我没想到会这么精彩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PK 应该是整场最精彩的场PK 那个应该是整体上最强 但是他们并没有到南纯 我们下期待 就知道了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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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恭喜 六十五比几啊 八十一 好 恭喜忽兰 经过观众投票 进入剑极区 但他俩那一趴太刺激了 他俩今天就是没有输赢 对 就不向上下 让人心潮澎湃吧 确实是厉害 就是没有辜负 就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嘛 哎呀呀呀呀 很好笑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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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哈哈哈哈 现在就是后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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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别的后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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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录播吗 从选人那段重新录一下 不如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开个玩笑 你咋还当真了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男人行吧 哈哈哈哈 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啊 好 那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尊重规则啊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都是第一次看到周高万的表演 那忽然大家都很熟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忽然好像也仅领先了不到20票 对不对 还是非常厉害 那我们热烈的掌声 送走周高万 我现在心情其实挺坦然的 因为我来这最想挑战的人给你挑战 就是忽然 赢他特别光彩 然后输他也不吃辱 因为我是特别欣赏他 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挑战 我有句话不知当奖不当奖 但奖无妨 虽然这两个选手我都特别喜欢 但是我觉得忽然还是微弱的赢的优势 还是因为他是主场作战 周老板是客场 当然当然 要不然我是不能认同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是的 虽然我忽然我也特别喜欢 是的 那您想怎么办呢 所以因为我也是北京来的 你可以想象我有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东西 但是 但是因为我今天是客人 所以我也就只能说到这儿 好 我们感谢国老师非常真诚的发言 也更加感谢国老师的克制和 要不会出事的 对 感谢国老师的克制和忍耐 但是你也可以再点评一下 互感 因为很多人说你们风格 说他的风格像你 所以我刚才给他拍灯的时候有一点点犹豫 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太自恋了 但是 但是他确实表现得也很好 所以就还是拍了 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是 我们平复一下心情 节目还要继续 比赛也要继续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演员 都很期待他 对不对 也都知道是谁了 是不是 那我们来欢迎 一定会让我们精神起来的 呼喊 是男人你就站出来 呼喊 就没事不惹事 但是有事不怕事 呼喊 呼喊保持了稳定的高水准发挥 确实是厉害 就是没有辜负 就是大家对他的期待 有请内头排名第二名 呼喊 选择你要表演的主题 干他 呼喊 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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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男人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其实在纠结的是 就是保持距离 保持联系和金钱 然后我自己想了想 好像金钱这个事 我本来自己也没想明白 从个体来出发 我肯定做我最理性的选择 在呼喊之后 又有越来越多的强势的老选手 又加入了他们这一组 我觉得 就哪怕是呼喊这种比较厉害的选手 他也会非常有压力吧 就这一组爆发力 那些人的爆发力其实挺强的 包括老四 包括豆豆 其实爆发力都很强 应该是一个死亡之组 这两天在开放 碰到的比较多的是呼喊 经常就是我们同一天的演出 两场都有他 第一场演完了马上改 不去吃饭 然后笼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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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笼 然后下面那个又继续演 又继续改改了 继续吃 他会改到最后一刻 我其实就是一直写一直改 一直写一直改 我改了 改了三十三吧 要是这种节目不是时期 是一百期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 我差不多能保证第一第二 就是耗不过我们 就能一直耗下去 大家好 我是忽兰 我觉得老四刚才学完我 我自己有点不会走路了 我们比赛比赛到现在了 我们这组织十个人还挺强的 对吧 哥哥 建国 彭博 杨丽 刚才他们在那边巴巴的 跟这个保持距离 跟那个保持联系 我跟你们讲 我们组织十个人 最近就是保持距离 保持联系 真的比赛结束就好了 六个人保持距离 四个人不再联系 其实我想明白了 其实这个大王 跟公司的title是一样的 公司里你们争的那些title 实际上虚无缥缈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就公司里面 但凡一个老板 可以不给你涨工资 那个title是可以随便给的 真的 什么经理VP 可以的话给你分个9000岁 开心吧 后来才知道 月薪9000不含税 9000 王建国不带鞋烟梗 我带 鞋烟梗 虽然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 听说我前段时间 跟一个同事去聊天 跟他去吃饭 他说他们部门 新去的公司 部门五个人 三个总监 我说你是去理发店工作了吗 刚才彭博还说 去李丹家喝酒 那是不懂技术的 我和我前同事 都已经开始云喝酒了 就一群人用微信 那个头像 一堆人喝还好 就在那边喝 千万不要一对一地 去云喝酒 真的 喝到后面 他一张大脸 我一张大脸 我俩都喝出一种 上坟的感觉 我说我去上座 哎呀 你怎么走了呀 现在啥都是云 云喝酒 云蹦迪 云养猫 还有云睡觉 云睡觉就是一个人 直播自己睡觉 然后一群不爱睡觉的人 就看他直播 光光打赏 我开始真不知道 我朋友还问我 我说你知道那个 躺着睡觉就能赚钱的 是啥云吗 说啊 是马云 现在互联网 是啥都能干了 我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我小的时候 家里上小学的时候 条件还可以 那时候可以上网 特别贵 按分钟收钱 一分钟五分钱 一小时三块钱 就我家里条件还可以 当我家上网的时候 把号拨上去之后 我妈把想看的网页 全部都打开 再把网断了 很厉害的吧 那时候就会离线阅读了 很多人在说什么 在互联网 什么互联网冲浪 在什么互联网的海洋里面 遨游 那都是极少数的 能够连续遨游的 非常少数 大部分人都像我们家一样 在互联网的海洋里面 站一下 然后到岸边干搓 现在的互联网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就是个海王 住海里了 天天啥事都知道 真的不知道的事 热搜也会让你知道 你经常看那个热搜 事里的人我不认识 只为了了解这个事吧 我还得先去查查这个人 什么刘洋伴藏森林出轨 你们知道对吧 这俩人是谁 我真不认识 我得先去查他俩是谁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去生气 而且我看到这第一眼的反应 真的这是刘洋伴藏森林里 出什么鬼啊 而且最近什么 同卓高考舞弊 别说同卓我不认识 同字我都不认识 而且他是高考出问题 我看了都心慌 这字我都不认识 我也是高材生啊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 你们都一样 娱乐圈一半的明星 都是通过热搜认识的 另外一半呢 是通过粗套大会 但基本上 上了粗套大会之后呢 也都会陆陆续续地上热搜 对吧 而且热搜上面是有标签的 就是那个什么营销号 就是那个一个景字 一方面是为了传播 一方面是 现在的互联网 真的是 三十个字以上的 就已经不爱看了 一百个字以上 就已经看不懂了 去年就通过大会 就这场节目 我演完一场 然后后来要发微博 工作人员说 你把你的卡段 发在微博上 我就发了 发完之后 那个工作人员说 老师忽然说 你还要再加个标签 我说加什么标签 他说你再加一个 忽然太好笑了 我说我忙活了 七八分钟干啥呢 后来还真的因为 忽然太好笑了 上了热搜 还有人来骂我 是因为他是忽然人 就我们老家 那个地方的 他以为老家出事了 但这也不怪他 就我们老家忽然 扫黑除恶的时候 他们也问我是不是出事了 而且这种骂 其实是讨论问题 我都已经能接受了 就有的时候 那个讨论 根本就是在谩骂 就那种时候 我看这些人 我就觉得 女娃怎么还能 造出这种人啊 女娃心态真好 就我要是女娃 我要造出这种人啊 我就直接拿去补天了 而且我主要 说了这么多互联网 你们以为我要 劝你们少上网啊啥的 其实不是的 你们要是听我的 你们根本看不着我这段 但是我真想说的是 上网没啥 其实就是 照顾好自己的钱包 照顾好自己的时间 你就好了 对吧 谢谢大家 我霍兰谢谢 没拍啊 没有人拍啊 谢谢霍兰 谢谢 喜欢霍兰的观众朋友们 请不要忘记 为霍兰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记得天真之前 一直说很喜欢霍兰 我很喜欢霍兰的性格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实际上有一种 爱拼才会赢的精神 就是非常有斗志 但今天在开场的 第一个段子就说了 大王不重要 是吧 对 真的这么想吗 对 就今年好像又变化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 其实挺好的 就是你每年会 产生想法的变化 然后呈现给大家就好了 我今天是真的这么想 我觉得我现在表达上面 其实还差了一块 我其实把表达上面 这个填充了 其实我觉得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个也其实是我今天 后面纠结 其实一开始稿子改了好多好多 因为后面掺杂了很多 自我表达的东西 然后又舍不得扔掉 又想说 其实就是一个 这么一个混合体 是这样的 就是我说的 不是说他要拿第一种精神 是说他就是不断地 在对自己提要求 是的 感觉 是一个自我学习的人 我老师之前 也说过 有很多人说 忽然很像 孟永浩老师 真的耶 是 关键是说 不是说长相 他长得肯定比我好看 是说 那个 什么也像 那你 你让他怎么想 不要乱讲 就他肯定没我这么难看 然后 他讲的早期的时候 有人说有点像我的风格 嗯 对 但是 我觉得他现在个人风格 越来越明显 对 但我今天有点奇怪啊 就今天好几个 特别巨大的意外 就忽然没有灯 这是我 我也没有想到 对 就对我来讲是 刚才就感觉像在做梦 因为前面大家也有点困了嘛 包括我 所以就很奇怪的一件事 你为啥没按呢 因为他确实今天 好像你要说哪不好 也没有不好 但就很奇怪 很奇怪 我有一种 你憋了一大口气 然后就在把这个气吐出来 吐出来 吐出来的感觉 不是那种 呼吸 对 因为这个话题 其实讲互联网 其实还是有一股气的 而且还是没表达完的 其实是这样子 的确是有气的 讲到干戳那段的时候 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我就期待期待期待 就手见手手 准备往这去 但后来就又回来了 就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那已经就98度有吧 对 就烧两下就 就差一点点 对 就很奇怪 张联军之前看过霍杆的 看过 他之前就一口气说很多嘛 喘气有问题 气息有问题 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 一个两倍速的罗老师 对 其实干戳还挺好笑的 老实讲 但是也没有什么 就是后面没有让人听着觉得 特别想拍灯的那种 就我单纯说拍灯 这个舞台对优秀的 大家熟悉的脱口秀演员 还有一些附加题 更难 就是不光要打败同伴 还要打败上一季的自个儿 但我相信这也是你喜欢的 对 当然 气势不输 就非常好 好 那我们这也是 本场最后一个演员 结束了表演 那么 我相信后面那两位 经验丰富的人 也不可能不紧张 广志表现是非常好的 不过下面这个人 无论多紧张 嘴都是那么硬 就是天底下就没有他怕的人 让我们欢迎 都紧张 周老板也紧张 谁不紧张的 比赛不管比多少次都紧张 我现在这个稿子 85分到90分吧 只要有信心地讲出来 其实是OK的 那打败周老板 可能这个分数 可能还是不够的 我爸跟我说 他说他怎么就盯上你了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加油 帮我发了三个这个表情 忽兰的优势 就是在于他观众基础好呢 忽兰拿出了 所有好笑的存活 忽兰已经破釜沉重了 不方很快的 心平气和的赢 可能就是最好 大家好 我是护兰 这一季比赛对我来说特别艰难 因为周期末就追着我炒CP 但是我又不想跟周期末炒CP 我只想跟王建国炒CP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们脱口小演员 炒CP还有名字的 就这么几个破脱口小演员 炒CP还是有名字的 我之前跟庞博炒过CP 叫兰博基尼 我跟建国还有名字 叫建兰春 这季真的对我来说太难受了 就是我去年还留下了一些段子 去年我讲了一些什么金融理财的 还有很多朋友感谢我说是因为这些段子 帮他们家里脱离了金融的苦海 今年年初还有朋友发我私信 说他爸爸今年年初想炒原油 就把我的视频给他爸看了之后 他爸就不炒了 我看完之后心里就很复杂 因为我自己买了原油 我买原油真的不是为了什么 写段子体验生活 我就是想抄底 我的几个高材生朋友 真的是研究什么国际形势 宏观经济研究了两周 说可以抄底原油 后来我说亏成这样 我说你们咋研究的 他们说他们在知乎上面研究的 我们七八个人吧 还拉了个群叫超低小队 后来才知道那是自杀小队 最后面那个群变成了维权小队 就你们知道那一天 就油价低成负数的那一天 我们那个群里就整个就是兵荒马乱 就是所有人都在卖 没有任何的交易技巧 就是无他 为首快儿 我说你为首快儿 这好像在哪篇课文里面学过 我说就是写咱们的 是卖油翁 我当然知道这些不能碰了 但就是疫情期间闲的嘛 就有朋友说什么 我不想上班想待着 别 你就不知道你不上班待着 得赔多少钱 如果你觉得生活困难 我教你们个方法 这是我最近想到的 你就把今年比如说高考试卷 书里话就拿出来 看一看 你也不能做一做 已经做不了 就看一看 你就告诉自己说 你还曾经会过这个玩意儿 另外你再想想 生活再难 客户老板再刁钻 怎么可能刁钻得过 一个光滑的小棒穿过磁场 又发热又发电 最后问你功率是多少 真的 真的别让自己嫌弃了 嫌弃还真的 我去年有段时间没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作 真的就 我去看展 你说那个现代艺术展 是我这种人能看得明白的吗 在看展的期间 我对着一个拖把 足足欣赏了五分钟 还没欣赏完 一个阿姨过来 把拖把拿走了 不知道谁放那儿 缺了大德了 看展玩 还玩了什么腰酸背痛 然后我就说 那找个地方按摩吧 我去找按摩 我就去找一个装修 还比较漂亮的店去按摩 进去之后我会问他 我说你这边都有什么项目啊 他大概率会毁有余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 按摩 你先按看这句话 就是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这句话就是 倒倒绑架你知道吗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不能再走了 你先按看这个逻辑 不管他说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我卡扭头就走了 对吧 我说巧了 我找到也是正规按摩 没经验 他说你要找什么师傅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预约 但你要知道 你一旦说没有预约 他一定找 一天都没上过钟 力气最大的那一个 那个大哥就是横着出来的 我趴在那差点给我按吐了 我说大哥你轻一点 他说你实习证给你按完 你就舒服了 我说大哥好像按完你舒服了 对吧 最后按太阳穴 咕咕 特别使劲 我说大哥太阳穴就别这么使劲吧 他说你实习证 我说脑子里又没水的 我那一天第一次知道 为什么太阳穴就太阳穴 是因为那个大哥宫给我使劲上完 我真的在这个两个地方看见两个太阳 后来还没有灯啊 这个有点苛刻 这个太慌了 关键是越讲越慌 你没有灯 我真的还闲到什么 我后来就是做疫情期间没事 我还减肥 看出来吗 就基本上差不多就失败了 对吧 我就特别喜欢公斤这种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要减肥 是需要周围朋友鼓励的 我特别喜欢公斤这种 一见面就开始说胡话 哎呀你又瘦了 他说你哪瘦了 你瘦了 瘦了 我看在旁边 我坐在旁边就特别想掏出来 一个称 称什么称 称一称 而且说实话 一个人决定开始减肥之后 最难受的不是这个人 是他家里的那个称 反正我是 我一天得站上去八辫 我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站上去称一称 然后去上厕所 上完厕所过来再称一称 再算一算 我突然有一天翻人一起 我称的不是体重啊 关键还是挺巧妙的 当代曹春 而且真的减肥的时候 到半夜特别难受 饿得难受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喝一杯 蓝喝棉养奶 营养健康 成人也能喝 鼓抱鼓抱 赚钱不容易 这个精神精神 哎呦我的天 咱们不知道吗 就想叫外卖 就晚上饿想叫外卖 心理纠结 叫吧身体不健康 不叫吧心理不健康 躺在那都快舔那个床了 后来我去查历史 夜宵始于唐朝 人家很合理的吧 然后唐朝人以胖为美 唐朝人太厉害了 控制不了欲望就改变审美 这还不太 这也不太 这也不太 我真的我就在想说 有一天我们再也都不笑你们了 真的别再尴尬 讲这些尴尬段子 对吧 我们就说 听头我笑什么本事 你憋着不笑才好 对吧 再做一段节目 笑不起来真好看 对吧 可能已经做出来了 对吧 真的你看我就是 经常有人说我喜欢工作 我不是喜欢工作 就是我没事的时候 你看我给你找到 自己的这些事真的不靠谱 有的朋友说 哎呀你跟生活较劲 总保持一个姿态 你该向生活低头 你就向生活低头 你不行你再抬起来吗 趁生活不住 你再低下你再抬起来 我说大哥 你这好像不是在向生活低头 你这是在向生活磕头啊 好 谢谢 我再抬起来 你再抬起来 真不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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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给啊 哇 谢谢护凯案 喜欢护凯案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为她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李战你为什么失望了 对啊 你为什么失望了 我们就是想采访一下你 为什么你不投票 那肯定是我更了解胡安的 我觉得胡安今天 也不光是今天 感觉这一季就不嗨 庆是传得挺云 是因为有点飘吗 没有 就是他不嗨 他就没恩过灯这一季 说得对 对那你为啥不嗨 这就是职场POA 也有可能 对 这就是职场POA 这就是职场POA 我觉得我挺嗨的 也有可能是他爱上你了 也有可能 我对他们的拍头标准 一定跟三位不一样 后来这一段讲了也有半年了 我都不说他跟他上一季的比 就是他只讲他这一段 都没有我以前看他讲这一段好 那你觉得胡安怎么样 我觉得胡安怎么样 我要复活他 然后我没有那么多票 我找黄牛 我复活他 今天我确实期望很大 因为前半段我没听懂 因为我没干过那个金融 我也不懂投资 然后所以我从后边段才开始录戏 然后我觉得今天有一半我没嗨 但是那一半我嗨了 我觉得那个怎么说实力还在 然后我还想看后边还会怎么样更棒 好不好 好游戏大老师 他前面讲那个持有那个吧 就是可能真的是搞金融 关注这个人才懂 但那个很好 对那个很好 因为我买 所以就我 所以我懂 但是就不买的 可能确实不知道 有一天 杨天真女士 在朋友圈说 我把所有的股票APP都卸载了 真的不能看 太影响心情了 就是 就我觉得他刚才我拍灯那个点 是他说 女孩见面吗 都会说 哎呀你又瘦了 就我这种 我见面经常被人跟我说 哎呀你又瘦了 我就想说 我是没有别的优点了 张萌老师是在那个称体重 但称的不是体重的那个地方 突然感同身受了 我就突然间觉得 有些Buffer 是可以不用说明 大家都能懂的 是吧 对 就是学到了 学到了 然后我觉得 其实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 脱口秀选手 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我觉得更难 当然 你不像一个新人 期待高 对 就是他对你的期待 我就特别能理解 但总对你的 就是他太懂你了 反而他可能 就是你必须得 使出来就是一百倍的这种 才能打动他 但我们依然觉得你特别好 没事 我打动你们仨就行了 你这 为什么你的 说的感觉 他已经被淘汰了呢 没有没有 不然大家也是都会喜欢他了 对 好 那我们谢谢胡安 好的 谢谢大家 稍事休息 我觉得表现还行了 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 但基本上就是正常 他节奏可以再紧凑一点 但是我其实有点刻意取消 方办这里就足够了 忽兰啊 他包袱太重了 他压力太大了 尤其他两次都遇到周老板 我感觉他老痛苦了 他已经被架到那儿了 大家对他都有一种期待 你一旦有一丢丢 没打到那些期待 就 不行 还行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上一季 于谦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 就是胡安自从气喘云了之后 他就没有那种 就没有那种着急的感觉 反正我是这个感觉 就是他以前讲段子 你就觉得那一个包袱 追着一个包袱 就是会踩着前面那个包袱 脚后跟的感觉 就是那种追着往前跑 就听着 听着特别嗨 然后他这一季呢 就是听得到都听清楚了 沉稳了 气也云了 但是就不流汗了 你知道吗 就是听着的时候你也觉得能跟上了 就是胡安以前听觉得跟不上 就特别爽 你就喜欢看别人跟不上 他就是做 我就是因为只有胡安能做到这个 就是信息要又密 语速又快 是非常难得 反正我一点个人的偏见吧 可能是也不重要 你们喜欢就好 好 接下来又要到了老朋友了 相信坐在对面这两个人 也很紧张 但是 前两局都是下位去赢的 是的 真的 前两局都是下位去赢的 所以要胡兰两上了是不是 是 我们请胡兰先挑选一下自己的对手 我要选择 我猜胡兰会选周期末吧 这没什么 就是他们肯定是会互相选 胡兰说不想选 我俩有点批够了 我要选择 为什么不跟周期末战斗了呢 就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批击点别人 好 那让我们欢迎胡兰 我觉得胡兰今天 也不光是今天 感觉这一季就不嗨 就是他以前讲段子 你就觉得那一个包袱 追着一个包袱 就是会踩着前面那个包袱 脚后跟的感觉 就是胡兰以前听 觉得跟不上就特别爽 他虽然稿子很好 但是我完全没有展现出来 他的真实能力 然后他自己也贼难受 因为他是很腰强的人 他就是一直憋着一个劲儿 他每一场演出 就差那么一口气 就能把自己演得很爽的状态 反正我看着 不太有他上一季那么舒服 他在舞台上少了很多昂扬 前面几期都很挣扎 无论是从表演上面 还是文本上面 各种其实都是有一些拧不 他也很想找回原来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他这一场 他还没有突破观众的预想的话 他自己也会很难受 心里没底 让我三点半来 我十二点半就来了 我本来约他们 我说我在台上练一练 结果十二点半连现场导演 都还没来 我就来了 整个就像施工工地一样 大概有两三个施工的师傅 然后就在那边练 这次是真重视了 这是四场里面 可能最重视最重视的一场了 已经迫在眉睫 我就觉得狼哥这轮是能进的 这轮的段子 我听了就比前两轮深刻 点也特别好 这一集是他搞的最好的 只要他状态OK 他这篇稿子打谁都没问题 现在状态还挺好的 就挺饱满的 因为我调出来之后 我还挺喜欢这个稿子 你对稿子喜欢的话 整个心态啊 人的精神面貌 其实也会不一样 好嘞 台上见吧 嗯 大家好 我是乌兰 我是真不想PK周秦莫 因为周秦莫很厉害 他被誉为中国脱口秀的天花板 然后他就找我PK 他就复活 然后一群人来骂我 你说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是天花板先动的手 开得这么开啊 开得这么开啊 这个事就像 小孩没事光光踹墙 然后他说 为什么脚疼我脚疼 他妈过来说墙坏 墙坏坏 那个墙怎么能欺负人呢 我就是那个墙啊 我一动没动啊 不说了 我真生气 我就说我自己 我上周过生日了 过了我三十七岁生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没啥 其实很正常 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开始 祝我身体健康了 很多晚上都说 过了三十岁之后 我公司就开始不忠用你了 机会都留给年轻人 我开始不信 但你看看 今天这个情形 受到重用的年轻人 早已晋级 一群中年人 在竞争一个 可以跟年轻人竞争的机会 老兵不死 他们只会自相残杀 哇 这一段太大了 我真的很羡慕年轻人 就二十多岁 全职说脱口秀 为了喜剧梦想 我三十多岁 我辞职说脱口秀 我心态已经很好了 但有的时候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也会对自己说 轻本家人 奈何作诵 这网上有那个什么 鸡汤文吧 什么于敏鸿 三十一岁才创立了新东方 张朝阳三十二岁 才创立了搜狐 你急什么急 你说我急什么急 留给我大气板 成的例子都不多了 来劲了 来劲了 我好熟悉的忽然的恐怖的气息 还是忽然的 我心里还剩下的三道防线 是三十五岁的马云 四十三岁的任正非 跟六十岁的江子牙 而且三十岁的时候 真的跟你小的时候 聊天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你们肯定好奇 我跟你见过喝酒 平时都会聊点啥 一定是文学啊 梦想啊 不是 我们也会聊社保 有一次我喝多了 我说我真不想干了 干嘛 你要不然还得找别的地方 去交社保 也是啊 感谢社保 维系了我的脱口秀梦想 我跟建国经常有那种 行星相惜 英雄所见列腾的感觉 但是我们学过历史知道 英雄和英雄之间 是不会聊社保的 刘备三顾茅庐 不会是 刘备说来吧 来实现人生梦想 朱亮不来 来吧 来实现红土八野 不来 来吧 社保公司给你交顶格 朱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和几个中间朋友 前段时间去鬼屋 去鬼屋去玩 真的我发现在整个鬼屋里面 最淡定的就是这些中间人了 真的 他知道生活比鬼屋残酷多了 就那个NPC那个鬼 咔一出来 年轻人啊 吓得四处逃算 那个中间人就这么看着那个鬼 就像这么面对生活的态度 跑不动也跑不掉 你看忽兰的右手 忽兰的右手 我拿上来就不对劲 他就一直在那拖着 要不然你就弄死我得了 真的 最吓人的是 我们在那个鬼屋里面 看见个床 我这是干啥的 他说就是那些鬼 有的时候加班太晚了 就在这睡了 所以我在想 现在各种什么鬼屋 什么生化危机 那都不吓人 就应该做一个中年危机 你进去先打卡 进去之后也不黑 就是灯火通明 全是鸽子尖 大鬼小鬼 就在那边加班 没有什么恐怖的音效 就是键盘声 就穿叉叉什么 叮叮的声音 真的 你还有一些鬼 在工位上骂老板 咱老板真不是人 老板也无所谓 不那咱就不是人 还能看到一些鬼 由于工作疲劳 已经印堂发黑了 疯狂地掐着自己的人 就生怕自己猝死 真的 你跟工作人员说 这太恐怖了 还没有别的场景 带你往里走 窜出个小孩 抱你喊 爸爸 爸爸 我要上好学校 那边说 是要买个学区房了 一看张母娘出来了 一边爸爸妈妈出来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一排人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你说你们是谁啊 他们说 我们就是你的房贷 车贷信用卡的银行啊 我当然希望你一直健康啊 你就崩溃了 人说 这比这刚才那还恐怖 工作人员说 对对对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啊 我想工作 想加班 我想要福报 你这一套体验完 回到现实生活 你都会爱上上班 去公司老板说 能加班吗 996 你说鞠躬尽催死而后已 好 谢谢大家 我不拦心 三只工 谢谢 谢谢 福报 喜欢福报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成票 你没拍 我还没拍呢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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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就完了吗 上将 inspire 再弄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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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后来的状态完全回来了 这个中年危机 咱们来中间聊聊中年危机 从这个快乐的情绪中怀疑 怎么从我这儿聊 因为我年纪最大 不是不是不是 是你最危机 我刚才听到那段子 听到有几段我想哭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这喜剧的内核 其实悲剧都是高级的喜剧的内核 就特别高级这段子 然后你说我危机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危机 就觉得就是他说的很多点 我都能get到 可能就是那种孩子要上学 然后那个家里面 很多责任感的东西 包括你说我这来这儿 对吧也来了 小白船也唱了 不容易赚钱不丢人 是不丢人 是不丢人 你就适合去 你说的那个鬼屋里当鬼 你也太适合了 你真是太讨厌了 大老师为什么最后才拍呢 因为我没有这些危机 对对对 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老公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 没事 这个忽然的段子是需要一些文化门槛 我明白是这个意思 你一直都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感觉我感受不到这个感受 所以我觉得我自个儿特别开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所以说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想这些危机 就没有危机 那最后拍的这个就是纯是为了这个 互兰的整个这个演出 就是状态太棒了 对 都特别酷 对 就我觉得好像互兰前几次我都没拍灯吧 嗯 好像是没拍 我就就没那么嗨 今天就是生理愉悦 就是开心 你作为一个也是要天真的人 对这种中年危机 跟大老师的看法一样吧 我不太理解 我是美少女战士 那就一样 你们都是靠着不理解这事 就不需要理解 我们这种一路向前冲的人 对 看不见危机在哪 就是这件事 哎 你能告诉我 危机危哪儿了 就是我没明白 就是说怎么就危机了 因为钱整包钱 你都想端子里了 你看你 我明白 你怎么明白 我不知道 大老师原不回来了 别聊了 原不回来了 对对 钱奥老师 钱奥老师刚刚总结得很好 就是可悲才好笑 好 那我们谢谢忽兰 好 谢谢忽兰 忽兰就是真的感觉上一季的忽兰回来了 他每句话都处在要破音的边缘 就是你感觉到他的情绪特别足 他对他自己讲的这个事特别相信 他有一种自己独特的节奏感 非常的稳健 他一步一步往前推 然后又回到一个callback时候 就特别完美 所以很强 突然那个段子里面 他能把这个生活 还有那种感受的东西和喜剧 那么融合在一起 又有自嘲 又有无奈 很多元素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高 接下来这个演员 之前状态有点小起伏 但是你们在场的观众还没有看 上一场这位朋友的状态 已经完全回来 还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他依然是今年夺冠的热门 让我们欢迎 忽兰 你今年的目标是 夺冠 夺冠这个事比到现在 没有那么信实淡淡了吧 但我觉得经历的这个过程 好像还是挺难忘的 磕磕绊绊 然后没有状态 再找回一些状态 我觉得这个过程 是比一帆风转来的更加珍贵 那头第一名的是 忽兰 我一直觉得就是忽兰 在那次复活赛之后 他的战斗力 以及他的那种 稳定性就全回来了 哎不是 师傅 姑娘也给你交顶格 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觉得忽兰会成为 第三季土耳朵大会的冠军 他应该会带着这个状态 一直往下走 晋级到统队赛 应该没什么问题 忽兰太扭了 忽兰就是一个被 土耳朵大会而生的演员 他就是咱们节目的样本 如果说你要来这个节目 忽兰就是你要学习的一切 那我只能谢谢大家 压力还是挺大的 还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压力 比较大一些 我之前本来觉得 能继半球赛就挺好 有任务达成 但是这次还是觉得想结局的 就觉得进决赛了 任务才能达成 加油吧 忽兰 战胜自己 大家好 我是忽兰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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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到这个时候 我们还剩十个人 我有点不想比了 是因为根据我之前 看过那些综艺啊 十个人是可以成团了 成团不好 而且你看 以我们这些人的长相 对吧 这个姿色 建国啊 我啊 那个团名我都想好了 我们就叫美团 后来他跟我说 建国和你 那能叫美团吗 那得叫饿了吗 我们说题目 我们这期题目叫 请别遗憾离场 真的 我还一开始问导演组 我说这是张布洋 给我们出的题目吗 真的 这个题目挺残忍的 而且 我经常会嘛 我一个老演员出来 现在动不动 就说 你作为一个老演员 怎么怎么样子 你们可能想象到嘛 我是一个从开始到现在 才说了三年的脱口秀演员 现在已经给我 扣成了OG的帽子 你们见过一个 三岁多的小OG吗 然后遗憾 我真的觉得遗憾挺好的 就相比你啥都留不下来 你至少还留下了遗憾嘛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一次考试 其中考试 满分一百分 我考了五分 我不是不遗憾 是我看着我那个卷子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遗憾 我办第一 91分 就他比我遗憾多了 他看那个卷子 他又觉得说 哎呀 这一道题我要做对了 我就满分了 我就看着我那个卷子 觉得哎呀 好险啊 我这道题做错了 我就零分了 而且他考的 人家考91分 都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我考了五分 我觉得自己有点过于努力了 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达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得了五分 教授说交卷的时候 我还在那写呢 后来同学们嘲讽我 说我是用尽了权力 才让考出的成绩 显得毫不费力 年轻人的遗憾 其实大部分就两个嘛 一个是感情 另外一个就是高考 而且高考跟感情 其实很相似 都是一开始信誓旦旦 到后面就只能服从调剂了 而且感情 张安玲说 对感情遗憾在所难免 每个人心中 有一个朱砂志 有一个白月光 和朱砂志在一起 心里就想着那个白月光 但有的人不只想着白月光 还想着什么 蓝宝石 黑松露 红土江 绿巨 真的除了感情 另外一个遗憾就是高考 其实高考的 考不好 其实难过就两个月 因为很快就发现 咱哪玩不是玩呢 大学分 985211 那网8是连锁的呀 只是你会在人生当中 接下来会说一些 没出息的话 什么 哎呀要是我当初什么 要是我当初好好学英语 要是你当初好好学英语 你就知道这句话 在英语里面叫做虚拟语气 外国人听不懂真假 还用过去识表示虚拟语气 不像我们中国人 只要你听到什么 我不是跟你吹 你就知道后面全是虚拟语气 这些是很顶的 你一定好奇 怎么就从遗憾 聊到老外 聊到虚拟语气 不是我跟你吹 想学英语 从小就得上51talk 51talk 在线清朝儿英语 有真人外国老师 一追一叫海 现在下载51talkAPP 还免费视频 我当年高考也是失败的 现在我不遗憾 但我是失败的 我失败到什么程度 就是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妈在登黄山 我妈非要提前问那个成绩 我说你别问 她非要问 问之后我说我妈考怎么样 她说你把那个栏杆扶扶好 我说妈你还怕我跳下去吗 她说怕忍不住 把你推下去 后来我妈说 假期多读点书 送了一本余华的活着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 反正我现在还在做这种 做梦又去参加高考 这种噩梦 我现在大概以每个月一次频率 还在做这种梦 我快成月考了 现在就做这种梦 去了之后摩擦力摩擦力 不会 古诗词古诗词不会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害怕 跟我爸说 爸做梦去参加高考 那古诗词读书也啥也不会 爸说你都还算好的了 前两天我做梦 做文都没写 他高考毕业都四十多年了 后来我跟我爸说 爸这高考真的是 咱们能梦鬼啊 他说那天梦演 但实话实说 就我能这样说出遗憾 还挺好的 你看马云就已经 不能像我这样的说 后悔自己高考没考好 因为你听着不像遗憾 像在炫耀 而且他成功之后 越来越难有遗憾 难有快乐 你看我们努力工作 赚钱 买一个随心飞 开开心心 对于马云看来 有什么飞机不随心吗 真的 我觉得他深夜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 哎呀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体会不到遗憾和快乐呢 然后慢慢想明白 最后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创立了阿里巴巴 最后我就想说 遗憾没啥 要是人生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那才是真的遗憾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 三三拿到 三三这里了 谢谢胡开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哎 只有郑爽老师没有拍到 那就是现在的你 而且郑爽老师 一出来一出来 您是站起来就跟街 对 我就坐累了 我说你这么激动 也没有拍 就是考虑那个位置就没有几个了吗 我想说得谨慎点 也有大局官 大局官来了 大局官来了 大局官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了 对 毕竟是舅舅舅在这儿了 这个舅舅是怎么想的 舅舅 我就不跟你们说了 我跟忽兰说 太好了 忽兰听舅舅一句话 娘亲舅大 后边就剩决赛了 一定不要掉链子 好 是吧 娘家人都是挺你的 谢谢舅 不然是 大家都是上一个赛段 大家都觉得你状态回来了 又回来了 很好 你自己感觉自己有状态起伏吗 有起伏 一开始还是挺 罗老师看了几期 其实是挺 我一直都没有拍的 对 就这第一次拍 但今天真的非常好 下回也特别棒 回来了 对 他就是回来了 今天还是有点紧 其实上次会更好 就是很后悔 没有让舅看到这个 没事 我会看回放 就是忽兰上一场表演 就烧金足球 你们看过吧 就觉得回来了 大师兄回来了 就是那种感觉 很开心 这场也延续了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位置 这个顺位也是你自己选的 对 也是自己选的 我其实本来是想 因为我觉得上场状态挺好的 我就想放在 比如说再后一点的位置 就是在下一个演员的后面 下一个演员是何广志 就是我想本来放在他后面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对年轻演员 要稍微好一点 这个不谦虚的这么说 但是我之前有一次 是没接住何广志的 我就觉得 算了 有点不敢了 对不起 有点后怕了 对 这个罗老师不在 你把图发生了什么 跟你舅舅说说 就是我们一对一 一为一PK 然后我 您喜欢的周老板 还有何广志在PK 然后赛前一直让 问我和周期末 谁是会晋级 谁会带定 但最后是何广志晋级了 我带定了 周期末淘汰了 剧棒相征 就是从那一刻 我就觉得 忽然就开始回来了 他觉得 嗯 怎么回事 被激了一下 被激回来了 怎么我不发力 真的打我们呢 你们 有那种劲 就是特别好 就跟上场感觉差不多 上场特别炸 今天也是特别放松 就是 泛粉式的所有秀 对 特别好 忽然其实有很多 文化水平非常高的段子 就是那种 因为我听不懂 所以我觉得好像 您就别谦虚了 我真听不懂 我真听不懂 你是六大智慧少年 不是 我是指挥六大少年 然后那个不是一事 然后所以说 我觉得这一次 每一次看他 就是感觉是一种 领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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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样的 又到了要晋级的时候 我们按照怪力 先来看一下 目前这几位 最高票数是多少 谢谢大家 有什么好 谢谢大家 tan 第二 难道 那回来了 那就让老刁 不用那就去看电视老刑 我就最不喜欢你这个紫围脸 就是出来他也 就是谢谢大家 不是 我是学数学的 这忽然特别好 不要谦虚 就要这么骄傲 万一不是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高票数的人是谁 恭喜忽然进入竞技区 帮他 牛叉 还行吧 我还是一样嘛 我一看四盏灯 还行 我心里就阻定了一些 其实就是这样 忽然回来了 这就是 没有人可以再轻视他了 他在关键的时候 有了起色 而且是越来越旺 很多人已经 尽显疲态的时候 他仿佛刚刚开始去战斗 他是后上阶 厉害 他开始 投机场真的不太好 以至于 我有一些失望 我不愿意伤害感情 没有说 但是 我不在那几场 他们说他特别好 然后今天晚上也是特别好 所以我的感觉是 对 后边决赛还是值得期待 特别好 我特喜欢忽然 就是那个 特别自信的那个劲儿 就他就知道他是他 然后 是因为刚才上一轮 最高是151 这轮是167 所以必然是他 一定要算一下 但我不知道别的 我觉得李战心里头 对忽然的那个 那个期望特别特别高 是 因为每次别人特别厉害 他都是 然后忽然一一弄好 他感觉马上就要穿起来 这真 莫非是 他才是真的舅舅 很奇怪 我也发现这个了 很奇怪 对不对 他真的是爱他 哇真的是 好 下面这位朋友 也是这一季 跌宕起伏 一上来呢 就被一个叫周期末的人 追着打 打得蒙头蒙脑的 最后把周期末打没了 他还在 非常的厉害 也是非常战斗型的朋友 一直都是一个夺冠的热门 让我们有请 胡安 我就比赛前一天晚上 我去开放拜 我天 那个简直是灾难 真的是灾难 你好 我不懒了 完了 我就忘词了 不好意思啊 不少想想看 因为明天就要大考了 怎么会这么难受 我天 没事 我再看看啊 怎么压力这么大 我再想看啊 不要说点事 怎么一直在忘词 明天还能不能好了 我总共大概三次忘词 然后无数的段子出问题都不想 就是那一场开放外 我出来让我下定决心要横改我那个稿子 那天晚上 从开放出来已经9点多了 我10点钟开始改 我改掉了我60%的稿子的内容 在改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然后改到 连上场还有半个小时改掉了我最后一个稿 然后就算OK了就这样子 这就像那种电影一样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被摁在地上打 最后慢慢才回来 我觉得已经够了 已经不需要最后一个还原式的大结局了 在某些时候会更想证明自己 我觉得忽然的证明自己 就是要证明自己比以前的自己要好 忽然就是在跟自己做斗争 这个就是优秀的人要突破自己必然经历的事情 比到这了 然后我说的东西是我想说的 然后写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能达到我自己认可的水平上 就这样了 不是我想赢 但我又写不好的那种没信息 是我就觉得你就是了 大家好 我是回来 从周期末那句忽然 是男人你就站起来 我一个冲动就开启了我跌宕起伏的一记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在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后来网上还有人帮我分析 说我又是骨子里对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我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 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赛 真的是有的时候走得太远 差点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我很感谢周期末逼出了一个更好的我 而他为了逼我 自己用了三条命 还是用到了 最后看到我状态回来 转身离去 因为他知道 有一种爱叫放手 我感谢我这期的坎坷 很多朋友说 忽然你这期没有那么稳定了 稳定对我来说没意义啊 我要更强 我又不是血压 我要那么稳定干啥 我之前在美国工作很稳定 我还跟美国人学会了上班摸鱼 一起对付老板 我没有觉得我不道德 我觉得我是在事宜长继以至宜 后来辞职回国 倒也不是想把先进的摸鱼技术 带回到中国 就是太稳定了 老板还挽留我 我也不知道为啥对我这个渔夫 这么恋恋不舍 那个时候还有个朋友 在国内创业跟我聊了很久 让我回国一起创业 最后跟我说 你要想有出息你就回国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不少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我回国创业 拿着五分之一的工资 干着五倍的活 我妈都夸我 她说你真有猪气 她还嘲讽我 她说要不要扫扫你的二维码 支持你创业 后来做了几年之后 赚的是多了 也没那么忙了 但觉得工作变稳定了 又没啥意思了 然后我知道了脱口秀 我发现说脱口秀 连工资都没有 这事不是稳定不稳定 这是刺激啊 刚开始我一天晚上赶三场开放卖 我妈还问我 她说你这一晚上多少钱 我说三个地方 要不打车 骑小黄车的话 六块 真的我就这么一场一场地 熬过了2018 真的很难 你们知道吗 小黄车都没熬过2018 所以还是有得顶 后来慢慢脱口秀也顺了 李大人有一次喝酒跟我说 他说来吧 全职说脱口秀 他说你放眼望去 有谁比你强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的 我去年在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就是爱战斗 我不是爱脱口秀 我今天才发现 我可能不是爱战斗 我就是爱上头 直到现在 我妈终于坚信我 无论做什么 都是出于爱好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我妈对我现在 已经是盲目崇拜了 假设有一天 我活不下去了 我去路边要饭 我妈看见也会说 你看 我儿子最近喜欢要饭 之前混娱乐圈的 现在混饭圈 她也回来了 我最近开始 看一些佛学著作 我妈终于开始 为我担心了 因为她知道 以我的能力 这个事我也能走得很远 而且她相信 以我的背景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搞成欢乐的海洋 要不然就是 把寺庙做上市 然后带着一军盒上 去敲钟 功成身退 大隐隐于股市 刚才我听罗老师 说我其实还挺感慨的 就是我这个 爱折腾性格 也多多少少 受到罗老师的影响 就我对罗老师 表达热爱的方式 就是在他的直播间里 疯狂买东西 我连面膜都买过 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想明白了 我就是骨子里 对我自己男人身份的 不认可 现在年轻人 不理解我这个追星行为 他们都喜欢追那些 什么年轻的帅哥美女 他们看看我 再看看屏幕里的老罗 跟我说 哥你这是倒追啊 他们动不动什么 看看我家弟弟 又出了新专辑 我说我家哥哥 还欠六个亿 最后我要说一句 罗哥加油 爱折腾的人不会输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胡卡安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看 胡卡安讲完 长出了一口气啊 是 因为这句特别的坎坷 就是科和本文 真的就像稿子里面讲 而且我已经用稿子 把我想说的话讲出来了 而且还挺好笑 这个就是特别开心的事情 做到了 做到了 真做到了 太不容易了 真太不容易了 最后被表白的罗哥 我先说大局官 再说我们家里的事 好 大局官上 他那个建国开场就很帅 他这个又很炸 所以我已经觉得 在看决赛了 这个感觉特别好 我很怕到决赛的时候 有一些牛的选手又下来了 这不是决赛 是决赛 然后我有一点纳闷 是上一场 咱们俩不是表演 舅舅和外甥吗 怎么这场又变成 哥哥和弟弟了 没有 为了让大家听懂 这个咱俩是私下路 对对对 明白明白 除了这个奇怪 别的都特别好 非常牛 非常牛 对 像决赛 负负负负负负 厉害厉害 这个我等一下再问 领校园朋友 我一定要采访一个人 周期末 你是男人 你就给我再采 这是要护活我呀 这个用了三条命 逼出了最强的忽然 周老板做何感想 看到忽然有今天 我特别为他开心 我现在突然不后悔了 真厉害的 真厉害的 是是是 也谢谢周老板 也谢谢周老板 这个刚刚忽然和国仔 都说了 这一季真的很坎坷 你们要知道 现在进入六强的人 这两位是 唯二的老选手 剩下都是新人 也很不容易 我刚刚听他演的过程中 你也笑得 我一直在笑 对 因为我理解 喜剧演员的不容易 我也在台上 站了十几年 所以说底下当有观众 有的时候我们演出 是给某一个企业单位 也包场演出 是是是 那种包场呢 来的都是一干部优先 所以说都在平均岁数 都在五十岁以上 所以那种演出就特别 就像噩梦一样 我们都想扎到他怀里 给他抖包袱去 能够吧 养过我也养过 对 一度是忘记了 底下还有 居然还有人 你知道吗 就真的是死静死静的 所以说我 从来不会吝啬我的笑声 跟这个呐喊 对台上的所有的演员 今天这两位更喜欢哪位 我看看后四位 去年的忽兰打到了决赛 我记得 薛老师是表达过 对忽兰的惋惜去年 是不是 其实忽兰这一季 每一场 你说你很坎坷 但你每一场的文本 我都特别喜欢 我都觉得那个稿子 写得特别好 只是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 所谓的这个老选手 就剩下两位 我自己在看这一季的时候 我对老选手 都是有怀有感情的 因为我知道 大家已经了解 这个脱口秀选手的人设 和他的风格以后 他要再往上翻翻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我感觉 忽兰其实在做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转型 就是上一季 忽兰以前刚说的时候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 语言的一个节奏 他得不用那个 他也得能够成立 所以这个是特别难的 就是 新的选手上来 大家不认识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你看他什么 你都觉得好笑 但对于老选手来说 就是更难了 我是很喜欢忽兰 作为喜剧界的前辈 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对吧 面对新人冲击 怎么处理呢 没有办法 就是你 就是你塑造一个角色 你塑造一个角色 大家都已经对你很熟了 你要再让别人觉得 你这个戏 我没想到 你演的那么 是那样子的 就 其实 我们 我们这些 新人手 就是应该保持有个冲劲 那是 太心了 对我这冲劲 对我这冲劲 你们老选手 也有你们的优势 你们经历过 倒霉事也很多 这都是你们宝贵的财富 所以醒了以后 智力马上就恢复了 以后都可以变成一个个段子 讨稿相传 忽兰今天超级精彩 我感觉跟看杂技似的 然后一个东西 然后又出来一个 又给自己解开了 是 因为忽兰其实每回 看他脱火秀 就老得喝水 因为干货太多了 然后里头全是那种 让我觉得 就值得学习的地方也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特别精彩 谢谢大老师 我觉得忽兰今天的东西 就是既有意思 又有意义 就他用很好笑的方式 把他想表达的东西 还有他的自省 思考都讲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觉得 真的是特别好 我很喜欢 得嘞 谢谢 得嘞 他们是把最好的稿 都留住后了 你们感觉好厉害 每一个都 都是逼出来的状态 都是逼出来 成了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们 忽兰六强席就坐 从忽兰的身上 我能一直看到 他的一种追求 其实他是希望能够 往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去 但是在这个同时 还要保持这种搞笑的这个能力 其实对他来说是更难了 我感觉他现在是在一个 蜕变的一个过程当中 作为一直维持高水准输出的 一个老选手 他在总决赛这样的一个场合 临时做这种改变 其实从创作上是很难的 你很难一下扭转自己 最习惯最舒适的那种创作模式 但是他这个变化让我还挺意外的 也许就是这个变化能让他更进一步 最后一轮三位表演 第二轮三位的得票 全部交给观众 领校园不再拍灯 高兴就拍大声 对 高兴就拍大声 根据刚刚的排名 霍兰将为我们开启第二轮的表演 手机朋友们 我的手机 谢谢了 我有一段还没写完呢 我在玻璃房吧 我 我要接往面啊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没想到 就已经完全放松了 我觉得比赛已经比完了 大了 我说年轻人的耳朵都这么笨吗 弹出血了 因为刚才太糟了 所以把手给弹破了 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甚至不用准备 还有五分钟 白天说我OK了 这么快就站起来了 我觉得有可能 可能要第一了 来 吃饭 根据刚刚的排名 霍兰将为我们开启 第二轮的表演 有请霍兰 大家好 我是胡兰 这比赛太折磨了 刚才我讲完 我就觉得 我可以准备第二轮的稿子了 然后在那听了一会儿 又觉得 我还是得准备离别感言 我就背一会儿稿子 想一会儿感言 背一会儿稿子 想一会儿感言 伴随着其他人的段子 想与不想 我的心里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但我的心里就是 大家好 我是胡兰 其实我一点都不遗憾 挺好的 这真的是我最后一篇稿子了 我已经不想再讲道理了 很多人说 听了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为啥呢 因为讲道理的人 也没过好这一生啊 你听我去跟你讲买原油 听杨丽教你骂男人 听何网志教你挤地铁 你咋过好这一生啊 就是没有道理了 真没有道理 我就给你们回顾一下 我这滴开滴走的 就记得了 开赛前采访 问我说这季的目标是啥 我说是冠军 后来好长时间 我就觉得那是我离冠军 最近的一次了 我第一期表现一般 但你们要理解 突然被一句 是男人就站起来 Q到站起来之后的 那份自豪 骄傲和紧张 我第一期没讲好 就想说第二篇稿子 好好弄 第二期稿子 我改了33版 结果还不如第一期呢 别说不如第一期了 后来我看了 你还不如第一版呢 这其实跟整容 是一个道理的 你们看到了 整了33次容的我 你肯定会觉得 虽然第一版也不咋样 但不管咋说 至少像个人 那期讲互联网 我对互联网的感情 真的又爱又恨 情感非常纠结 但是因为我讲的不好 大家只看到了我的纠结 没有看到互联网的纠结 我恨互联网的地方 就是前段时间 我六岁的侄子见到我 就说 叔 来根滑子 我说你想干啥 他说没事我溜的 我觉得再之后 值得去考试 考什么刘备括号 老师一定骂的 这是刘备三顾茅庐 不是刘备蹦迪 我虽然很爱看 但我也 我真的生气 而且他们推荐的算法 真的很准 就前段时间给我推那种 小姐姐跳舞的那种视频 其实我是不爱看的 但是由于其他视频 推荐的太准 我在想 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自己爱看 我每次看到都快速地滑掉 结果越推越多 越推越多 我跟朋友说 我说我都滑掉了 这怎么爱推呢 我朋友说 看几秒再滑掉 代表你不爱看 看见直接滑掉 代表你爱看 但不好意思看 后来我想明白了 可能就是我骨子里 对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后面一期 就是经典的那个 何广志反杀局 那次我跟周期末 互相吹捧 我周老板 我觉得你能晋级 周期末说 忽兰 我觉得你能晋级 之后何广志 弱弱地说 我能晋级一下吗 我讲了一个 卖油翁的段子 大家都很开心 之后大老师表示 没有听懂 我太喜欢大老师 太坦荡了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 大老师这文化素颜 这课本怎么能忘了呢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 大老师14岁 就出来组乐队了 他不是忘了 他可能就是没学到 而且那次之后 我再讲一下 什么带有历史典故的 小端子 现场效果很好 因为自从播出以后 在讲那些段子 很多人就知道了 听不听得懂都要笑 要不然显得没文化 后面几期说的还行 表现还行 一路走到这里 我是不愿意把 好的记忆拿出来说 因为想得像吹牛 我当时把自己 失败的痛苦的记忆 拿出来说 因为你想想看 这就是更高级的吹牛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 谢谢霍函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霍函现在感觉如何 现在感觉挺爽 如释重负 反正都演完了 反正都演完了 真的反正都演完了 那你还要准备一个遗憾 和一个获奖感言 现在 可能就准备遗憾了 可能差不多 那也还行了 其实没啥 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就演到这里 把自己想说的完通通的说完 就特别开心了 好 那我们也谢谢霍函 好嘞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霍函 脱口秀大会 季军的票数是多少 114 114 那我们一起来见证 2020年脱口秀大会 季军的诞生 让我们来一起看 他是谁 建国非常好 比我想象中他能好的样子 还要再好一点 我觉得从蹦迪这个事 能挖出这么多的梗 我觉得还是不错 挺容易 我自己的感觉是 王勉肯定是第一 然后下半场建国的表现 略好于胡兰 胡兰把自己每一期的那些东西 说完之后 都感觉特别的靠谱 我很喜欢他那个感觉 我真的是拼尽全力了 胡兰 好斗好战的胡兰 走到了最后 你上一季是前进了一点 前进了一点 走到了第二轮 这一季的胡兰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无论是舞台风格 还是做人的个性 是 你准备的淘汰感言 用上了 对 我真的一点不遗憾 胡兰跟我们聊两句 我刚才还装模作样的假装 还看看第三是谁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我第二篇的稿子弱了点 但朋友们 相信你 以你们对我的了解 我真的已经拼尽全力了 就我昨晚 第一篇稿子 我改了大概60% 我真的是用尽全身解数 希望我这一季的作品 和这一季的人格 没有让大家失望 谢谢大家 非常的好 是 我真的心满意足 特别开心 然后没有一点遗憾 真的是没有一点遗憾 那让我们一起恭喜 胡兰获得2020年度脱口秀演员 台航版第三名 恭喜 来 胡兰 胡兰加油 我太坦然了 我就知道肯定是我是第三了 这个没什么 这是第二轮 我真的尽力了 我觉得就是展示给大家说 我们尊重舞台 然后我们尊重表演 其实我觉得就够了 胡兰的文本要求非常高 很难写 特别是对胡兰 就是第二轮的那个文本 我觉得他真的是 把想说的话都说尽了 这胡兰其实是个好事 他的人生赢得太多了 偶尔呢 受到一点小失败呢 其实我看胡兰 他接受了这个失败 第三名已经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尤其是 其实比去年是进步了的 按照这个速度 下一季就是王建国了